來看到巴拉圭僑界其老朱榕卿 平時熱心公益 除了支持喬社各項活動之外 也常常慷慨解囊 幫助當地困苦民眾 那麼朱榕卿現任華僑協會會長 除了積極推廣會晤之外 也以華僑協會的名義 捐贈了愛心食品欄 給當地貧苦的民眾 要以實際行動來回饋僑居地 華僑協會巴拉圭 會分會會長朱榕卿率領幹部 抵達高巴拉那省省政府 進行愛心食品捐贈行動 陪同前往的還有駐東方市 總領事溫耀貞 東方市中華會館理事長游南嚴 以及僑團代表 高巴拉那省省長胡思多 熱情招呼大家 在進行簡單的交流後 一行人轉往捐贈儀式現場 活動在胡思多省長主持下展開 負責慈善業務的省長夫人 以及溫總領事也在現場協助發放 胡思多感謝華人對當地居民的付出 並致贈感謝狀和榮譽兄章 給華僑協會會長朱榕卿 希望這份愛心可以延續下去 最後一行人來到東方市市政府 發送愛心食品袋 市長山德拉與朱榕卿會長是舊市 一見面就熱絡寒暈 接著在市政府秘書長內里介紹下 讓當地居民瞭解這次愛心活動的宗旨 山德拉市長也發表感言 並頒發感謝狀給朱榕卿會長 世界景氣一直都不好 幾年來都很差 那我們巴拉圭東方市也不能例外 所以我們僑胞的生意很差 所以我們收入相對的減少 但是在這麼多年 我一直在非常在意說 他們巴拉圭的好朋友 是不是能過好日子 所以我一直就是找一些好朋友 收集一些食品來 來贈送給巴拉圭的好朋友 華僑協會本著人機幾機的精神 由朱榕卿會長領頭做愛心 以實際行動回饋橋居地 臺灣宏觀電視林碩燕 巴拉圭東方市採訪報導 無人的信用 回饋喔 這麼小貓 臺灣 不知可 臺灣